由推出《惡魔靈魂》、《黑暗靈魂》等名作的 From Software 所製作 堪稱新世代最受瞩目的動作遊戲《血緣詛咒》 在上週展開了首波限時封測活動囉 究竟這款繼承了硬派動作遊戲血統的作品 葫蘆裡到底是賣著什麼藥 就讓電玩瘋帶著玩家們來體驗一下吧 本次以抽選序號方式開放試玩的 Alpha 測試版本 基本關卡內容與東京電玩展上所展出的版本相同 讓玩家可以一次玩到遊戲中各類型武器的組合 分別是標準型的鋸子 具有範圍優勢的長餅譜 以高攻擊力漸長的錘子和靈巧的雙刀等四種 每種組合還可以在兩種形態之間自由切換 再配上手槍、散彈槍等等遠遠 每個人玩起來的戰鬥風格也就截然不同囉 而本次封測的重點就是讓玩家體驗遊戲內的線上合作要素 只要玩家使用身上的鈴鐺在路上遊遊靈 就能將同樣正在冒險中的其他玩家召喚過來 一同合作對付敵人 若是玩家能夠好好地掌握自己的武器特性 與其他玩家使出各種聯繫攻擊 就能夠一路痛載敵人闖關啦 雖然如此 玩家也不要因此就小看了血緣詛咒的難度 當玩家碰上真正的頭目時 就能夠親身體驗什麼叫做 沒有最難只有更難囉 的精度 可是這場遊玩家 最難不inel的 最難的 是 更難的 非常難的